大陆上海在昨天出现了一场70年来一件的大暴雨 有许多的街道民宅都泡在水里头 淹水超过30公分 虹桥还有这个浦东两个机场 总共有90个航班延误 2000名旅客受到影响 上海市区下午天色突然转暗 大雨夹杂雷电 由于是强烈 就算带着雨伞都来不及开 就雨下得很大 然后那个暴雨嘛 然后连那一身都湿了 上海许多地区下雨超过100毫米 气象局说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 雨量过于急救 使得部分地区排水系统不堪负荷 上海市中心九江路 淹大水车辆难行 连排水孔的水都满出来 有住家淹水淹到膝盖 老太太爬上了层板 连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也来不及抽水 到了晚上大雨渐停 水也慢慢退去 但是一场大暴雨 还是让许多上海市民慌了手脚 中天新闻 奈利英综合报道 起火爬窝